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小朋友们 我是最喜欢听故事 也喜欢说故事 而且最喜欢玩故事的飞天仙子 小精灵们 仙子姐姐好 来跟大家打招呼啰 我是浩浩 哈喽 我是橘橘 你好啊 我是浩浩 哈喽 小朋友们 今天仙子姐姐跟小精灵们 要来跟你们介绍一个国家哦 这个地方就是南非共和国 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南非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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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哪一部电影里面的动物 就是来自非洲呢 狮子王 狮子王 对不对 非洲对 还有一个地方叫马达加斯加 对不对 对 那里面的动物通通都是来自非洲的哦 除了这些一般的印象啊 仙子姐姐还要介绍更多的南非给大家认识哦 现在我们先一起把地图变出来给大家看吧 嗯 嗯 哇 这个变出来了 这个就是世界地图哦 那今天仙子姐姐呢 有准备一个南非的形状在这里 小朋友们 那你们都知道南非应该在地图上的哪一个位置吗 知道的请举手 请说 黄黄 在这边 非洲的南部对不对 嗯 南非的位置就是在非洲的南部哦 那仙子姐姐要来问大家哦 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非洲有很多的什么 动物 动物对不对 那你们认得这些动物吗 这是什么 大象 这个呢 长颈鹿 这个 大袋鼠 这个 巴马 狮子 很好哦 那我现在要来问啊 你们知道这些动物里面 哪一种不是属于非洲的原栖息地的动物哦 你们有猜到吗 只有一个 好 举举请猜 应该是袋鼠 袋鼠啊 它其实是澳洲的动物哦 所以它不是在非洲的 现在仙子姐姐要再来问大家哦 你们上面有没有看到五面国旗 有 那南非啊 它其实有一个名称叫做 彩虹的国度 那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它的国旗应该是哪一面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对不对 大家都猜这个 小朋友你有猜这个吗 这个 其实这么多的颜色啊 就是代表了族群的融合哦 为什么这么强调这点 有没有小朋友想要猜猜看 非洲你的印象 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 所以仙子姐姐就告诉你了 好 今天呢 有讲是非洲共和国 共和国 对不对 很棒哦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有一个啊 比较跟历史背景有关的原因就是 因为以前啊 住在非洲的白人呢 比较容易会欺负黑人 那黑人被欺负久了啊 心里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就起来反抗 所以就造成社会上有一些纷争 有一些打架的事情啊 动乱的事情哦 然后后来啊 是靠很多人 经过很多年的努力啊 这个非洲呢 才解除了种族隔离的政策哦 就是他们才不会再欺负黑人 那这样子呢 他们也致立了一个新国旗 然后来纪念他们要和平的相处 族群的融合 这样子大家有稍微认识一点了吗 有 有 很棒哦 那经过今天大家对南非的认识之后 我们还要带大家去看看 南非的小朋友 他们都是过得怎么样的生活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今天圣子姐姐带大家来到了南非 要来看看南非小朋友的生活情形 首先我们来到了南非的一个小城镇 雷迪斯密斯地区的一所小学 你看小朋友正开心的上着唱游客呢 诶 有没有听错啊 他们好像在唱中文的词记歌耶 真是太神奇了 他们明明是黑皮肤的祖鲁祖小朋友 怎么会唱中文的词记歌呢 原来这所学校是南非词记人所帮忙新建的小学 很多词记的师姑师伯们 经常会到学校来探视他们 除了发给他们文具用品外 也教他们中文和唱词记歌 你看 他们唱得多可爱 他是新非为 是这所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校长说他是一位勤劳孝顺的好小孩 每天都要帮妈妈做好多家事哦 放学回家后的新非为 马上拿起水桶 用出去提水 因为家里没有自来水 所以家里日常要用的水 都要靠新非为这样吃力地 一桶一桶地提回来 对于才小学三年级的新非为来说 实在是一项很吃力的工作 可是不管多累多吃力 他都要把水提回家 否则家里就没有水可以用咯 把水提回家后 新非为接着又开始动手修补家里的地板 修补地板 这不是专业的工人叔叔伯伯才会做的事吗 原来啊 在南非这地方 人们所住的房子 大多是就地取材的土造房子 地板往往只是抹抹泥土或者是牛粪 并没有做成水泥地 所以这样的地面经常会凹陷或是出现坑洞 必须常常修补 而屋外的牛粪或泥土就是最佳的材料 只是这样修补涂抹的工作需要不停反复地做 秦菲伟有七个兄弟姐妹 只靠妈妈一个人要养活七个孩子 真的很不容易 新非为的妈妈主动争取到学校当爱心志工 每天帮忙煮营养午餐 剩余的饭菜学校会让妈妈包回家 这样勉强可以填饱七个孩子的肚子 只是光靠学校剩余的营养午餐 根本无法养活一家八口 所以新非为的妈妈 还是必须利用空闲时间到山上捡枯木来卖 多少可以贴补一些家用 懂事的新非为从小就能体谅妈妈的辛苦 所以总是贴心地帮妈妈做很多家事 只是新非为的眼睛好像怪怪的 眼睛看起来灰蒙蒙的 她说她看不清楚的状况已经好一阵子了 虽然妈妈曾经带新非为到公立医院检查 但是当地医疗品质低落 没办法给予有效的医治 医生虽然有给了一条软膏 眼睛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善 学校也发现新非为的眼睛生病了 索性此际的师伯愿意伸出援手 协助新非为的眼睛接受治疗 相信新非为的眼睛一定可以受到很好的医疗 看到新非为一家人虽然生活辛苦 但是她们却非常努力 相信她们可以通过种种的艰难考验 看了刚刚新非为的故事 仙子姐姐发现她们妈妈养了好多的小朋友 她们养了几个小朋友 七个 七个对不对 还好新非为她很贴心也很孝顺 回家都会帮妈妈做很多事情 你们有没有看到她帮妈妈做哪些事情呢 姐姐先说 就是补修地板 补修地板对不对 那她用什么东西补修啊 泥巴跟那个水 还有牛粪 牛粪对不对 那我呢 她也帮妈妈提水很重 很重对不对 因为她年纪还很小 那个水都快要跟她一半高了 提起来很吃力喔 可是我们看到新非为 她是不是眼睛不太好 那她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她有 有 但是 但是因为那里的医疗 設施不是很好 没有错喔 因为在非洲啊 她们的城乡差距很大 意思就是说呢 她们城市才有一些些医院 那在乡下 像新非为家附近 想要看医生都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小朋友 你们会觉得整个非洲 都是很贫穷的吗 想想看 不会 不会对不对 其实啊 非洲啊 也是一个发展当中的国家 所以它并不是特别的落后 只是啊 有钱的人就会很有钱 然后穷的人呢 就会很穷 他们的差距很大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仙子姐姐啊 今天还要补充一个南非的知识喔 就是关于艾滋病 小朋友 你们有听过艾滋病吗 有 听过 有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喔 其实这个艾滋病啊 就是有一种病毒 会让人类的免疫系统 变得很不好 意思啊 就是会很容易生病喔 那一个人如果生病了 是不是就会很容易死掉 在非洲啊 平均一天就會有 一千多个人 死于艾滋的相关疾病喔 也就是说 平均一分多宗 就會有一个人死掉 而且是因为艾滋的相关疾病喔 有没有很可怕 我们刚刚在听故事的时候 就有好几个人死掉了 因为艾滋疾病喔 很可怕 對啊 因为就像小精灵们发现的喔 那边的医疗设施 真的比较落后 所以卫生问题也很严重喔 只需要小朋友们 大家一起去关心 并且可以的话 也要给予帮助的喔 说到这里啊 仙子姐姐要再来讲一个 也是南非的故事给大家听喔 这是关于另外一个小朋友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家有很多鱼 我家有很多鱼 我家有两个鱼 我家没有鱼 牛 我家没有牛 我家有一个猫 這位中文說的很流利的女生 她叫山蒂卡 是南非雷蒂史密斯茨祭第二小学 七年級的學生 因為南非的學智 小學要讀七年級 暑假過後 珊迪卡就要讀國中囉 讓大家很好奇的是 她那一口標準的國語 是怎麼練習的呢 原來從小學三年級開始 珊迪卡就固定 每星期一道慈濟志工 和唐辛師伯的安親班報到 展開她中文的學習之旅 每天放學回家後 珊迪卡就自動地寫功課 她必須把握時間 在天黑前把所有的功課都寫完 因為他們家沒有電 天黑後家裡的照明 只能依賴微弱的燭光 可是萬一功課實在太多 寫不完時該怎麼辦 樂觀積極的人永遠不會被現實的環境所困住 珊迪卡的功課不但一點都不受影響 反而家裡沒電這件事 養成了珊迪卡早睡早起的好習慣 珊迪卡說的早餐玉米粥可不像我們泡一杯吉隆麥片那樣簡單呢 而是一件大工程呢 首先要到戶外收集乾樹枝當柴燒 有時還需要劈柴呢 可是光是要把柴火點著 就讓珊迪卡盲得滿頭大汗了 更可怕的是 珊迪卡為了 快點把柴火點著 竟然把塑膠袋當火腫燒 這實在太危險了 他顯然不知道塑膠袋燃燒後 會產生有毒的大澳心 長期下來 他們不知道吸進了多少有毒的氣體 好不容易 珊迪卡終於把柴火點著了 他把鍋子擺在熊熊烈火上面 等水煮沸了之後 再把這一碗玉米粉加進去就行了 只不過在玉米粥的水還沒燒滾前 珊迪卡必須守在爐火前 隨時注意火勢的大小 否則一不小心玉米粥就會燒焦了 廚房空間小 通風又不好 經常都是煙霧瀰漫 珊迪卡每天就是這樣灰頭土臉地 展開一天的生活 煮好的玉米粥是沒有任何味道的 足乳人偏好甜食 所以通常他們都會在玉米粥裡加一點糖 把它變成甜粥 只是珊迪卡經常把糖加太多了 連奶奶都在一旁叮嚀她 不要加太多糖 這個玉米粥可說是南非人最平常的早餐 就像是我們台灣的稀飯一樣普遍喔 珊迪卡的玉米粥 珊迪卡的玉米粥終於大功告成上桌了 他們的餐桌就在家門前的空地上 放眼望去是遼闊的天然美景 整整涼風吹來 讓這碗熱騰騰又香噴噴的玉米粥 吃起來更甜美 珊迪卡家雖然沒有舒適華麗的裝潢 簡單的玉米粥也沒有豐富的配料 但全家人圍在一起吃珊迪卡親手煮的玉米粥 卻是滿滿的幸福 這滋味可是五星級飯店 也比不上的幸福滋味喔 看完剛剛的故事啊 仙子姐姐覺得 他們一起在草原上吃東西的樣子 看起來很幸福耶 小朋友 你有這麼覺得嗎 有 那你們還有沒有看到什麼 他是不是很會說中文呢 因為他在 在慈禁串辦的國宵裡面 都有學中文 都有學中文喔 而且他還有課後自己去練習呢 他還說 因為那個家裡沒有電 所以牙車他早睡早起的好習慣 因為如果晚上有時候沒寫 我要功課沒有燈光 就沒辦法寫 先睡覺明天早上 早一點起來再把它習慣 很棒對不對 那小朋友 你們平常寫功課都寫到幾點啊 六七點 六七點那 姐姐呢 寫到十點多 因為我 晚上十點多啊 我們老師的功課都出八九樣 真的很多耶 那小朋友你們要不要來想看看 如果是你們生活在沒有電的地方 那你們的作業寫得完嗎 絕對寫不完 寫不完 那又怎麼辦 要不要想想看 你們有沒有辦法怎麼利用時間的好方法呢 紅紅請說 可以可以早自習寫 先寫一點點 再早自習寫 先寫一點點 剛剛你們看到他們都吃什麼 有沒有看到他們吃什麼 請說 玉米粥 玉米粥對不對 那玉米粥是誰煮的啊 三地卡 三地卡自己煮的對不對 那小朋友 如果要你們幫全家人做早餐 你們願意的人舉手 大家都願意喔 那你們有真的幫大家做過早餐的舉手 真的有 我們來分享一下好不好 黃黃先說 我會幫忙烤吐司 然後就是土果芥啊 做吐司麵包給家人吃 姐姐請說 就是幫忙 比如說洗米還有蒸蛋 一些簡單的工作 也很棒啦 當媽媽的小助手 也像辛菲維一樣 幫媽媽分擔家務對不對 那小朋友我們有看到喔 辛菲維他們全家 雖然比較貧窮 但是大家都很努力過生活對不對 那三地卡呢 雖然他們家也是比較簡單 但是他臉上是不是常常都掛著 笑容啊 還有他的奶奶 媽媽是不是都一直在笑 很開心的樣子 你們覺得是為什麼啊 想想看 好 橘橘先說 知足 知足喔 這個詞很有意思喔 就是很知道要滿足的意思 對不對 那黃黃呢 因為他們覺得 一家人團聚很幸福 沒錯 而且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幸福喔 那黃黃有沒有想要說 就是 那 薩基卡都會幫忙 所以他們都覺得很幸福 沒錯 就是大家互相幫忙 生活在一起 而且都很知道滿足 就會感覺很幸福喔 你們今天都好棒喔 我們今天也都學到了一些 新的知識對不對 對 飛天仙子故事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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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